这个女人突然收到了一个死亡预言 一张大脸盘子对着女人说道 五天后的下午三点 我将取走你的小命 女人听完害怕哆了 因为最近的确有人收到过死亡预言 凡是收到预言的人 无一例外 倒点那是准时多嗝屁 而这个男人突然说要给女人一百个亿 要他在预言的当天做全程直播 女人为了能给两个孩子留俩钱 同意了直播 于是给钱的刘会长 便挖掉了女人家里的一面墙 让有钱的财阀坐在头牌观看 而现场也是围满了民众和各大媒体 随着预言的倒计时 女人害怕哆了 一旁的佛波勒则严阵以待 准备随时拯救女人 随着一声巨响 三只去黑的怪物从天而降 怪物对着女人就在一顿电炮 接着用小白光开始灼烧 此时的佛波勒已经被吓哆了 只有老乔扒枪朝怪物射击 谁是那怪物一个炮子干飞了老乔 最终女人被烧成了焦炭 而三只怪物则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这顿时把现场的人都给吓拉了尿了 认为这是神的旨意 扑通一切全跪了 随后这个刘会长说 之前我受到过神的旨意 只要犯下罪行的人都将受到审判 真真的呀 后来不断有人遭到死亡的审判 而刘会长穿办的真理教 也成为了世人最大的信仰 但身为佛波勒的老乔 却不信这些鬼呀神的 他找到会长 居然发现自己的女儿也在这里 他怒斥会长 你这就是洗脑 但会长却说 他是在传播神的旨意 那个杀害你老婆的凶手 只判了六年就给放了出来 难道你不想他受到正义的审判 看来这个刘会长不简单呢 啥玩意都知道 随此第二天 那个杀害他老婆的人就遭到了审判 此时的老乔犀利五味杂陈 他查看现场的监控录像 竟然看到女儿的身影 原来凶手并没有遭到审判 而是会长指使女儿杀了凶手 他让老乔的女儿把凶手给垫迷糊了 之后两个人把凶手推进了焚化炉 看着杀母仇人被烧成焦炭 他激动得又哭又笑 隔职真相的老乔 愤怒地去找这个小桑姆线算账 谁知见面后 会长却说出了一颗惊天秘密 原来早在二十年前 他就收到了死亡预言 而死亡审判就在今晚 三只去黑的怪物从天而降 把犯过罪行的人都给灼烧至嗝屁 只要收到死亡预言的人 不管你搁哪 到点就给你烧成一堆焦炭 而这个创办真理教的刘会长 称这都是神的旨意 世人被瞎蒙圈了 纷纷加入了真理教 可谁也想不到这个神的代言人 竟然也收到了死亡预言 而死亡审判就在今晚 老乔说 那按照你们的教义 你一定是犯下过罪行的人 会长说 其实啊 我连一只铅笔都没偷过 原来那些被审判的人 都是被随机选中的 为了避免世人对怪物随机杀人 引起恐慌 会长请求老乔 待会儿帮他收走遗体 老乔为了掩盖女人杀人的事 只好照做 到了饭点 三只去黑的小娃娃毒的准时出现 他们把刘会长烧焦之后 再次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刘会长鸽批之后 教会迎来了第二任会长 这个小三把券上任后是无恶不作呀 他让手下到处搜寻 收到死亡预言的人 准时准点的把他们送到镜头前 他自己则装成一副救世主的模样 让世人看着这些罪人 被审判的惨状 因为审判死啊 这个阿子没有跪下 他就被当成了罪人 结果他的母亲被乱棍打死 而他也被真理教的人推卸了悬崖 两年后 真理教成为了韩国第一大教 一大半的韩国人都信仰他 而当年被推卸悬崖的阿曾并没有死 他成立了一个反抗组织 算门阻止真理教的审判直播 组织提前找到那些收到死亡预言的人 在死亡当天 安排他们去隐秘的地方 等他们被烧成焦炭之后 组织迅速处理掉他们的遗体 好认真理教标榜的神迹渐渐消失 但这也让真理教发现了反抗组织 于是真理教开始肆意的屠杀反抗组织 他们把反抗组织的遗体烧成黑炭 伪装成受到审判的样子 而阿曾也因为提前收到了消息 侥幸溜了 与此同时 一个心生儿突然收到了死亡预言 一张大脸盘子对着小孩说 三天后将取走你的小命 这可吓坏了小孩的母亲 刚出生的孩子怎么可能犯过罪 神哪 你是喝毒了你还是整错了 这个小哥再过一分钟就要嗝屁了 他哆哆嗆看着倒计时 到了饭点 三个去黑的怪物冲小哥怼了过来 小哥被吓拉了尿了 那是啪啪一顿撩啊 但最终 小哥还是被怪物释放的小白光 给烧成了焦炭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收到的死亡预言 不管你哥哪 这撒怪物都给你烧成一堆灰 即使你提前嗝屁了 你的灵魂怪物也不放过 而真理教称这些都是犯下过罪行的人 这都是神的旨意 而随着一个心生儿也收到了死亡预言 这可吓坏了小孩的妈咪 刚出生的孩子能犯下什么罪啊 神你是喝多了你还是整错了 于是孩儿他爸去找反抗军帮忙 阿珍说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真理教知道 因为这个事绝对能推翻真理教一直所标榜的 神职审判有罪的人 到时候你和你媳妇就会被他们灭口 随着孩儿他爸还没到家 这个败家媳妇就抱着孩子去了真理教 当真理教的人听说小孩收到了死亡预言 顿时就起了杀心 他们从母亲怀底抢走了小孩 打算暗中把他给处理掉 幸好孩儿他爸带着反抗组织及时赶来 几个人拼了老命把小孩儿给救了出来 因为小孩儿就是谎言的真相 如果让世人看到小孩儿被审判 就能够揭穿谎言 一举推翻真理教 此时两帮人为了争夺孩子不停地厮杀 混乱中这三个比较玩意孩子掐的饭点来了 母亲为了保护孩子始终不愿放手 父亲则是用血肉之躯抵挡着怪物的袭击 最后父亲捡起一根小皮管 把三个人紧紧绑一块了 怪物则对着他们一家人进行了灼烧 最终他们被烧成了焦炭 而那三个别毒的则满意地啪啪地撩了 谁知这个小家伙竟然没死 父母用身体保住了孩子的小命 最后阿珍抱着小孩儿 打了一辆出毒笛 接下来他要对世人公布这个真相 然而此时的另一边 却发生了更为诡异的事情 第一集被直播烧成焦炭的女人 她的遗体开始不停地抖动 随着抖动 她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弹性 最后竟然又奇迹般地复活了 结局到这里戛然而止 我看这个样子是要拍第二季的节奏啊 被造极了